广东葱油饼 广东葱油饼 此菜为广东风味菜点 制作这道菜需要用的有 面粉葱汁 调料有精盐白糖味精 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点 将面粉倒入容器中 然后放入盐味精白糖和葱汁调匀 音乐 制成面团后放在砧板上 把制成的面团揉匀搓成条 改刀切成剂 将面剂逐个粘干面粉 擀成薄片 这样就成为生饼 把它放在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油 烧热以后将擀成片的面饼 放入油锅中 用小火炸制 炸装装 炸装装 炸装 炸装 中个面饼 热切成绿 面饼炸至瑟金黄 内成熟后 捞出底油 装入点缀好的盘中 现在广东葱油饼 这道菜点已经制作完成了 做它的时候要注意 面中的葱汁加入不可太多 以面活匀为意义 擀制面饼时薄厚大小要一致 这道菜点的特点是 葱香浓郁 酥脆可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